武汉肺炎疫情重创了观光业 旅行社掀起了主管减薪自救潮 而政府为了协助企业度过难关 加码据出了观光纾困2.0版 针对的是旅行旅宿民宿以及游乐业者 将会补助员工薪资四成 上限是2万块钱 希望可以减轻业者的人事成本负担 预计在全国会有14万人受贿 不过有业内人士也点出说 部分补助政策是有漏洞的 认为像是每一家旅行社 补贴10万元 这样的救济金方案 其实齐头式的补助效益不大 旅行社退团电话接到手软 另一头要处理的旅游纠纷 投诉书更是堆得满桌都是 武汉肺炎疫情重挫旅行业 政府加码寄出观光纾困2.0版 下个月开始将针对四大产业 进行为期三个月 员工薪资补助40% 上限2万元 预估将有14万人受贿 以雄石旅游来看 假设员工原本的月薪5万元 政府补助后最高还可减薪两成 等于员工减薪后的4万元薪资 业者只需时付2万元 减薪两成以外 那薪资部分旅行社只要负担40% 确实是马上寄住了我们的一个能量 人事成本压力减轻还不够 业者甚至在疫情期间成立小组 由董事长亲自领军加上高阶干部组成团队 主要任务就是专工如何开源节流 所有的行销费用目前是全砍 包含电费的节省 然后包含各种的事务性的支出 都去做了各种的一个尊解 尽管补助升级到2.0 但有业内仍是点出漏洞 认为旅行社救济金方案 每家补贴10万元 大家是均穷救不了多少人 并补充这种时候应该分级补助 而不是齐头式的方法 就怕旅行业涌现倒闭潮 政府拍板各种政策 但能否真能如及时雨般救济 还得看是否有对症下药 只有令陈清炫台部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